我必須老實說就是自從就是 這樣一路向做私密處之後 我才有認真解釋我自己的私密處 這必須很尷尬的講 國外回來的患者他就說 I want a straight line 我說什麼 What 什麼是 straight line 然後後來我還上網Google了一下 因為那straight line是講的 是我們的一線包 真的有很多女生在追求 或很多男生喜歡嗎 真的假的 是只有高雄這樣子而已嗎 我們高雄已經相較之下 比較保守了 北部的患者更是 大家都要追求說呢 就是很膨潤的大鷹唇 包覆小小的小鷹唇 跟硬地包皮的地方 一個上往下看的A片角度 然後就看到一條線而已 什麼都看不到就是一條線 又有神秘感又有包覆感的一條線 大小鷹唇都不能出來 say hello 這樣都不行嗎 對 蝴蝶翅膀不見 我的美眉濕潤度已經不太夠了 有什麼樣的方法 我就說喝水啊 哈哈哈 這真的是一個都市傳說耶 因為上面的水跟下面的水 不太一樣 你知道嗎 常常會因為乾澀最主要的原因 是因為譬如說 體重大量減重 荷爾蒙受到影響 像有些患者 他可能就是 產後他 一兩個月瘦了20公斤 不是應該就要這樣嗎 哈哈哈 趕快回復身材 不行不行 這樣子 你皮膚的回彈度 沒有跟上你組織瘦下來的 就是程度 就會很像所有東西像氣球 消風一樣 就是變得軟趴趴的這樣 不會好看 第二個也不健康 而且再講一下 我覺得168跟斷食法 對我來說 不算是激烈的減重方式 因為我試過都沒有效 哈哈哈 像我有些患者 他已經就是進入更年輕 他有時候乾涉到 不是在行房的時候乾涉 是平常就是乾涉 他只要跨樓梯 走大步一點點就會撕裂傷 嘴角太乾 然後嘴巴一大笑 嘴角就是受傷的營養 這幾年呢 有我們所謂的拘禁雷射 會讓膠原蛋白增生 然後讓我們的分泌物增加 濕潤度的分泌增加 愛意的增加 對對對對對 愛意分泌物的增加這樣子 哈囉大家好 我是詩瑋 歡迎收看詩瑋愛健康的節目 節目一開始呢 邀請大家動動你的手指頭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以及開啟小鈴鐺 每個禮拜一三五晚上十點鐘 都有非常精彩的影片 跟大家一起來分享 今天邀請到的是 遠從高雄而來 非常知名的整形外科醫師 我們要來歡迎的是 賴雅薇醫師 醫師你好 詩瑋你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賴雅薇醫師呢 是知名的整形外科醫師喔 你最常做的項目是哪一些呢 我最常做的 從上到下呢 就是胸部 龍乳平胸 男性女乳梭乳 那當然還有 下面的私密處啊 那我就要問你囉 我們節目之前呢 曾經很夯的講過 現在女性的私密處 蠻多人都會去 修大小鷹唇 讓它變成一線包 你有遇過嗎 有有有 我怎麼知道這個名詞的呢 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下 有一次我有一個國外回來的 就是患者 他就說 I want a straight line 我說什麼 What 什麼是stray line 然後後來我還上網Google了一下 原來stray line是講的 是我們的一線包 喔 但是問題是這件事情 真的有很多女生在追求 或很多男生喜歡嗎 真的假的 是只有高雄這樣子而已嗎 沒有 我們高雄已經相較之下 比較保守了 北部的患者更是 大家都要追求說呢 就是很澎潤的大鷹唇 包覆小巧的小鷹唇 跟印第包皮的地方 那這樣看起來就會像是 一個上往下看的A片角度 然後就看到一條線而已 什麼都看不到 就是一條線 又有神秘感 又有包覆感的一條線 大小鷹唇都不能出來say hello 這樣都不行嗎 對 蝴蝶翅膀不見 然後有大鷹唇有很好的包覆感 這樣子 就非常的神秘 欸 這太嚴苛 這件事情 醫師你自己個人幹嘛怎麼樣 你說一下 我必須老實說 自從就是這樣一路向做私密處之後 我才有認真解釋我自己的私密處 是不是很尷尬的講 就是說 欸我真的也是說 欸接觸了這些患者之後呢 然後加上自己是女生嘛 對這個這部分的美 有更深入的研究這樣子 就是說 喔原來我們小鷹唇太強 除了就是外觀上面的部分的話 還會有一些摩擦啦 色素沉澱的情形 內褲會一直摩擦到 因為它就翻出來了嘛 像大象耳朵一樣 就一直摩擦 對 而且容易破皮 再加上南台灣其實比較虛熱 所以 比較容易有發炎感染 還有會有味道 喔 了解 所以現在來求診做這個的 別摸還是蠻多的 蠻多的 那還有一個問題 要請你來回答我們囉 上次我們也在節目當中講到 幾乎日本很多AV女優都有除毛 讓自己的妹妹看起來更加粉嫩 然後就有男生說 不對我喜歡自然的 膨膨膨的 我覺得青菜蘿蔔粿有人喜愛 但是現階段一大部分的主流 是喜歡乾乾淨淨的 然後都沒有 但很有趣的是 當我的患者去除毛完之後呢 後來就會跑來說 我以前都沒有那麼仔細的 看過我自己的私密處 除毛完之後就會覺得 哎呦我的那個蝴蝶翅膀跑出來了 但我有一個非常有趣的患者 就是說比較年紀比較長 他們就是古老的傳說 不知道師傅有沒有聽過白虎這種東西 有有有有有 他們說白虎會克服 對然後 我確實是遇到就是患者 因為這樣的情形 我大部分患者是想要把毛拿掉 去掉很乾淨 幹嘛你要直毛是不是 真的 騙人我只聽過直頭髮那種直陰毛的 你只把頭髮拿來吃下面 你真的做了 真的 因為他剛開始的時候 我真的完全無感置信 但他跟我講他的故事 我之前跟世偉講過說 我覺得當整型外科醫師呢 除了技術好 另外就是一個聆聽者 他跟我講說 因為他先生就是一直生病 然後年輕的時候生過一次大病之後 跟他在一起之後又中風一次 那他們家裡的人 還有他自己內心就覺得說 是因為他私密處的關係 聽起來會覺得非常不可思議嗎 因為畢竟現在都是2023年了嘛 怎麼會有這種想法 可是他跟我講一件事情 後來我決定幫他做執法的最 直陰毛的最主要原因是 他覺得他因為這樣內心過不去 他一直很自責他覺得 他應該做些什麼去讓他先生恢復 那他說他因為這樣晚上自責到睡不著覺 然後我就問他說 所以你只要那邊有毛髮 你就會放過你自己嗎 他說對 後來我就幫他做了這個手術 欸 我覺得醫生這個案例 舉得非常非常的好 我跟你講 我有毛眉毛真的不管你的事 我自己開心最重要 而且或許我有我要面臨的壓力 或者是我是model 我一定得要剃光光 然後或者是如果我是白虎的話 別人會覺得我不惜想 那個真的是個人自己的考量 最大的部分是要有同理心 所以你真的是感情 你是人生諮詢顧問 感情諮詢顧問 外形諮詢顧問 所以下班之後要念一些心理的書 才知道說 我們的患者在意的是什麼點 那怎麼樣可以讓患者重建自信之外 讓大家能夠回歸一個比較正常的生活 OK 好 那另外也要跟大家講 因為我們既然聊到女性私密處 很多人 尤其是大概四十幾歲的女生都會問我說 詩尾詩尾我還不到更年期 但是我覺得我的美眉濕潤度已經不太夠了 有什麼樣的方法 我就說喝水啊 可以喝水 多喝水 多喝水有益身心健康 多喝水可以保持下面濕潤度嗎 這真的是一個都市傳說 因為上面的水跟下面的水不太一樣 你知道嗎 不都是身體裡的水嗎 嗯 組成也不太一樣 那我們基本上就會跟患者講說 當然保持就是營養均衡身體健康 油水很重要 但是常常會因為乾澀最主要的原因 是因為比如說體重大量減重 荷爾蒙受到影響 雌激素降低 或者是說有在服用一些藥物 甚至是產後的媽媽 假如在補胃母乳的時候 我們的雌激素會比較低 所以就會比較乾澀 所以補母乳的時候 上面有豐沛的奶汁 但下面是變乾澀喔 媽媽真的好偉大 其實真的蠻辛苦 那像我有一些患者 他已經就是進入更年輕 他有時候乾澀掉 譬如說不是在新房的時候乾澀 是他平常就是乾澀 他只要跨樓梯 大走大步一點點就會撕裂傷 陰道撕裂傷嗎 太乾了 太誇張了 就像有時候我們嘴角太乾 然後嘴巴一大笑 嘴角就是受傷一樣 喔那是可以理解的 好欸所以醫生還有講到一個重點 我想要提醒一下大家 醫生講說減重太快 所以快速的瘦身 或者現在很流行的什麼 168斷食法 我說的是激烈的斷食 或者是有些人是一個禮拜 會空腹個一兩天那種 會不會都也會影響到身體的平衡啊 應該是這樣講說不論是168 或者就是一週斷食一兩次 基本上呢我們就是不要讓 就是體重很急劇 怎麼叫做很急劇呢 就是說像有些患者 他可能就是產後 他一兩個月瘦了20公斤 啊不是應該就要這樣嗎 好像很不生產 不行不行這樣子 你皮膚的回彈度 沒有跟上你組織瘦下來的 就是程度 就會很像所有東西像氣球 消風一樣 就是變得軟趴趴的這樣子 這樣子的話呢 基本上不會好看 第二個也不健康這樣子 而且再講一下 我覺得168跟斷食法 對我來說 不算是激烈的減重方式 因為我試過都沒有笑 每個人的身體狀況不一樣啦 但是急速的減重這件事情 確實會造成你的荷爾蒙波動 然後造成你的美美肝 所以美美要濕 不是靠水 是要靠荷爾蒙 嗯 對不對 對 所以說假如說呢 我們身體的狀況是OK的話呢 在荷爾蒙受到影響之下呢 有時候我們一些短暫性 或是局部治療性的東西 可以使用 比如像是潤滑劑啦 或荷爾蒙局部的補充劑 甚至有口服的荷爾蒙的部分 那再加上這幾年呢 有我們所謂的拘警雷射 會讓膠原蛋白增生 然後讓我們的分泌物增加 我講分泌物是濕潤度的分泌增加 愛意的增加 對對對 愛意分泌物的增 就是的增加這樣子 更濕潤 更濕潤 然後可以改善一些疼痛 搔癢 或者是醫物的感覺這樣子 嗯 好 所以呢 其實都有方法可以來做改善 你可以跟整型外科醫師 婦產科醫師 密鬧科醫師呢 來通通做討論都是OK的 但多喝水對身體絕對是有益的啦 對皮膚也有益喔 對對對 只是池水杯比水而已啦 特別的跟大家來做一下 另外我也要告訴一下男生朋友了 很多男生朋友說 為什麼我碰我老婆她都乾澀 這不是 這不是她不愛你喔 有一些女生應該是 腦袋很小 但身體就是濕不了吧 有嗎 我覺得有欸 就是女生濕啊 她是一個很多綜合因素的 就是表現 除了身體之外呢 當然有情緒 還有情境 然後這樣才會有情慾嘛 對不對 所以說 除了感情之外 身體要OK 那也要有很多氛圍 所以男生朋友加油 哈哈 那如果呢 真的是因為接近更年期 而有所干涉的話呢 那也可以就是多補充 有很多方法都是可以解決的 提供給大家來做參考呢 我們也非常地感謝賴雅薇醫師 記得喔 我很怕大家記得只有私密處而已 雙眼皮 龍乳 還有 從上到下 從上到下 通通都可以去找賴雅薇醫師 諮詢感情也可以 掰掰 歡迎訂閱兩星密碼頻道 同時 太陽星全校科貝爾益生菌 在中天快點購熱賣中